如何解决运行Windows的HP计算机的互联网连接缓慢 或无响应的问题 使用以下步骤来解决导致 运行Windows的HP计算机互联网浏览速度 会比平时慢的最常见的问题 在本视频的每一步之后 浏览一下互联网 看看网速是否得到提高 如果仍然遇到速度较慢的问题 请继续下一步 步骤一 清除间谍软件、广告软件和病毒 如果您的计算机在连接互联网后速度变慢 您的主页更改为您不想要的页面 显示不需要的桌面链接或广告窗口反复弹出 则计算机上可能安装了间谍软件、广告软件或病毒 间谍软件、广告软件和病毒等恶意程序很难手动删除 有许多不同的防病毒软件供应商 检查扫描和防火墙设置的过程各不相同 对于所有运行Windows的HP笔记本电脑 预安装的防病毒软件是Windows安全性 要打开该软件 请搜索并打开Windows安全性 选择防火墙和网络保护 确认所有网络防火墙都已启用 如果任意防火墙处于关闭状态 请选择该网络 并在Microsoft Defender防火墙向下 将切换开关滑动到开启 要对计算机上 可能已安装的病毒进行扫描 请选择病毒和威胁防火 您可以选择快速扫描 以运行快速测试 检查计算机的核心区域 要执行搜索计算机所有区域的更广泛的测试 请选择扫描选项 选择完整扫描 然后选择立即扫描 注意 扫描并删除间谍软件和病毒后 运行Windows Update 更新你的计算机 步骤二 拦截浏览器弹出窗口 弹出窗口 是显示在您正在浏览的网站顶部的 一个小的外部浏览器窗口 它会导致网速变慢 弹出窗口 常常在您访问某一网站时 就打开 并且通常由广告商所创建 外部浏览器提供了称为弹出式窗口拦截器的功能 可以阻止出现弹出式窗口 每个外部浏览器都不同 所以启用弹出窗口拦截器的步骤也不同 要管理默认 Microsoft Web 浏览器 Microsoft Edge 的弹出窗口设置 请选择右上方的三个点图标 然后选择设置 选择 Cookie 和网站权限 然后单击弹出窗口和重定向 要拦截所有弹出窗口 请将以拦截切换开关滑动到开启 步骤三 清除浏览器历史记录 删除临时互联网文件 重置浏览器设置 浏览器的历史记录或设置中的某些项目 可能会使您连接到互联网的速度变慢 清除您的浏览历史记录 删除可能导致问题的临时文件 并重置您的互联网设置 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就像最后一步 每个外部浏览器都是不同的 因此执行此操作的步骤 取决于浏览器 对于Microsoft Edge 请选择右上方的三个点图标 然后选择设置 在设置窗口中 选择隐私 搜索和服务 在清除浏览数据下 选择 选择要清楚的内容 选中浏览历史记录 Cookie和其他网站数据 以及以及缓存图像和文件旁边的复选框 然后选择立即清除 步骤四 更新网络驱动程序 更新您的网络驱动程序 可能会提高网速 要更新网络驱动程序 请转到 support.hp.com 斜杠drivers 根据您的计算机类型 选择笔记本电脑或台式电脑 在搜索字段中 键入序列号 产品编号或产品名称 从向拉菜单中选择您的设备 选择您的操作系统 然后选择版本 然后单击提交 注意 如果您的操作系统不在列表中 则说明 HP无该操作系统的驱动程序 从可用软件和驱动程序类别列表中 单击驱动程序 网络 然后单击最新可用版本旁边的下载 按照屏幕上的说明进行操作 安装该驱动程序 步骤五 进用与Windows一起打开的软件 为了排除故障 请减少与Windows一起打开的软件数量 查看是否发生了软件冲突 并减慢了您的互联网连接速度 在Windows中 搜索并打开系统配置 在常规选项卡上 选择选择性启动 取消选择加载启动项 然后选择确定 重新启动计算机 重新启动后 连接到互联网 看看它是否运行得更快 步骤六 联系您的互联网服务提供商 请拨打电话 给您当地的互联网服务提供商 或访问其网站 看看您的提供商 目前是否遇到了技术困难 如果您的提供商 目前遇到技术困难 例如延迟较差 或等待时间过长 您必须等到您的ISP解决问题 另外 如果您的ISP 需要特殊软件连接互联网 ISP将询问您 是否需要重新安装软件 如果这样 请使用您的ISP提供的说明 删除并重新安装您的ISP软件 联系您的ISP后 重新启动计算机 重新启动后 连接到互联网 看看它是否运行得更快 在我们的HP支持优酷频道上 提供了更多有帮助的视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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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欢迎订阅 订阅 营 敌压